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剛剛來到港華醫院 我在急診室門口見到 有個爸爸抱著一個BB 他在這裏都站了一會 我剛剛在旁邊見到 有小朋友、老人家在外面等 現在爸爸站在急診室門口 寶寶好像很不舒服 希望他沒事 希望他盡快得到醫治 不要再等 你看 很令人擔心 我來到這裏 見到急診室都很多人 裏面的情況看不到 但外面我見到 剛才見到很多車 現在 很多工作人員 他都不想我拍 所以我走開 這裏就有 全部都是救傷車 以前說醫院門口沒有那麼多救傷車 現在是特別多 每個醫院門口的救傷車 都是很多 他們真是很忙 本來我想走來這個大門口先拍 剛剛見到急診室那個 爸爸抱著那個BB 所以就 真是讓大家知道 真是 那現在 那現在呢 那現在呢 就是廣華醫院 這個急診室 左手邊外面的 那帶門口呢 就在旁邊這裏 那這裏 那這裏都有成五輛的救傷車 拍了在這裏 以前真的沒有那麼多的 走過 那廣華醫院 大家都看見 在那裏 有一個第一次 急診室 是先頭我出來那裏 那裏 紅色牌寫著急診室 我先頭就站了上去拍的爸爸 那他現在呢 門外 小躺就已經是圍了 變了 就看不到 但是看到裏面 都有 有十多個小躺 那里面有没有用到,我们就看不到,因为它都围着 那我先头经过,就看到纳缝那里,就是有人的 纳缝这里看进去,都很多人在这里等候的,那些老人家 那他们现在就给他在瓦遮头的地方,就是这里有瓦遮头 那他们就在这里等候的 这里看上去,就看到有很多人在这里排着,里面排着的 有大人,有小朋友,有个女孩,是七八岁的,就在这里等着 那先头手抱那个,那我就看到,刚刚有个女士,我开机之前 又是抱着一个很小的B,是赶着进去的 那最近就很多小朋友,那些父母真的很担心 他们有什么头云生意发烧,或者呆滞,不吃东西 都令到他们很担心的,尤其是在这个疫情 那现在又有一个老人家,又有一个老人家推来了 那今天阿米强肆虐约是真的很厉害 那刚才走来的时候,又听到很多人说了 那些淘宝,那个信封那些兄弟,又在这里叫救命 又说,哪个哪个又中了,惨了,他们又要做他那份 现在是很多这些事情 那基本上呢,就身边朋友,左右,都很多都是有机会中招的 那现在这里呢,都是有人坐在那儿等的 因为急诊室里面可能太多人了 全部要安排外面坐,那今天天气好 就不是说太冷了,都开始回暖的了,没有那么辛苦 那可能那一阵呢,就真的太多这些报导了 变了现在他们就把那些帐篷外面遮住了 一来过早几天下雨,我可以用来挡挡养的 那这个呢,就是港华医院的 那其实他的情况呢,都不是说算太严重的 因为可能那时候是人多的 那现在就迁移了去里面这个地方那里 里面这个有淫红,有娃姐头 那是他的急诊室的外面来的 那又一辆白车来了 一,二,三,四 这里走了一辆,五,六,七,八 那里走了一辆,八辆,应该走 刚才有八辆救伤车 那真的呢,我都在这个 游马地这里都很久的时间 那我们平时走过关系,真的不会见 这里有那么多救伤车在那里的 就实在这个疫情呢,就令到间间医院呢 都不升负荷,爆了棚了 那港华医院,他都很老的了 我都说过,我是在这里出生的嘛 我是港华医院出生的嘛 你说几大年多了,港华医院了 那现在呢,旁边呢 旁边呢,就在建新楼 新楼,新大楼 那这里都已经不算严重了 我们上次在明爱看,就真的很严重 那些救护车不停不停地放人到明爱那里 可能我的稳定器不够电了 那就打关斗 那我就好了,我在港华医院报道就是这么多 各位观众朋友,今晚见,再见,拜拜